我這個法官很厲害 還有一個董寶城那一個專家 那個專家非常的humor 那個今天七月到了 湘西感思那個有沒有 他還帶一個符咒 可是因為他帶歪歪 那個符咒就不好了 要帶這裡就要帶歪一邊 他貼很多張 他貼好幾張一直貼在他額頭上 這個很像義大利國旗 這邊貼了一個黃色變條紙 他以前當過考選部長 他是負責國家考試的 所以大家都說今天你是不是在這個刷寶 他到底是在標13米了 他貼那個變條紙 我們現在鏡面上呈現 他貼那個變條紙 一直貼在他額頭上 然後他把它拆下來 他說違憲要不用說明 一眼就看到好像寫在臉上 這有一次的視線文的裡面 大意是這樣寫 就是說如果這個是非常明顯的錯誤 明顯的違憲 其實不用掉那麼多 不用掉那麼多資料來 有些有點類似寫在臉上 所以他就把說寫在臉上 那個變條紙就把它貼在上面 他另外一個耍了一個寶 就是有一個大法官在問 不知道問什麼事情 然後他就說你剛剛有提到我的名字 我可不可以回答 然後大法官說我剛剛沒有call in你 我沒有call in你 你後面還有機會 剛剛朗公跟我示範那個僵尸 那個要顯而易見 他說這個不是顯而易見 跟演戲一向 他要講重點是說 這個案子 這些視線案跟你大法官沒有關係 你不要插手進來 簡單講是這樣 然後他又講了一個很重要的名詞 他說台灣是超級總統制 大家回去想 他講一個超級 你幫幫忙 不要說多超級 我們跟法國比一下 我們又不能主動解散國會 人家法國可以 說台灣超級總統制 這也幫幫忙 台灣很多東西 法律公布還要行政部門的附屬 那川哥你也看了整個上半天的精華 你幫我們來做重點評論 今天上半天大家體力比較好 所以講話都比較大聲 到阿波大家就都比較安靜 可能有人想要睡了 所以今天下午的衝突 就變比較少了 今天早上有幾個亮點 剛剛講這個全和歐霸 這個李全和律師 他就拿了這個十四梗 叮一下翁小林 翁小林實在是 實在是有到誰去遇到李全和 然後一叮下去之後 翁小林也不知道說什麼 重點是 還有人拿陳春生大法官的解釋 拿來引用 對 還在一趟 所以今天翁小林算是這一場裡頭 被關注 被針對比較慘的 第二個當然吳宗憲 吳宗憲今天表現是全場最好的 全場最好 不是全場 是他們的 沒有 因為他今天 比給他評價太高了 因為他今天什麼話都沒講 就沒有出包 所以今天沒有被扣分 今天吳宗憲 你今天看得不夠認真 因為我看到他講這個 我有嚇到 這個是吳宗憲整理出來的一個 他有PowerPoint 就會在鏡面上呈現 他說五權憲法 你可以想像 就是 五條狗 對啦 五條狗 我們權力就是要分開 就是五條狗 就是五個權力的意思 然後呢 這個五條狗 狗去咬狗 他其實他是引用湯德宗教授 可是重點是什麼 重點其實是說 五條狗他有制衡 他會制衡 那但是呢 如果說一條狗啊 出現禽死黃狗 他把其他狗都吃光的話 我跟你講 明天大概就吃你了 這話講超好的 他是不是在修理他們自己 因為今天大法官有特別指定一條 要吳宗憲回答 可是被葉慶元強打了 那今天另外一個特別是葉慶元 葉慶元因為他比較看起來 比較個人英雄主義 沒有團隊精神 因為他是後來加入的 他算救援的 就是那牛朋友戀頭 上來救援的 那他上來救援呢 今天就是黃國昌被訂到一體的時候 黃國昌 郵播講不是說 等一下你講那麼久 還是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嗎 然後呢 因為現在剩下兩分半 我先跟你講我問的是什麼 然後他講到 講了大概30秒之後 郵播講說 你還是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然後這個 這黃國昌說我有回答了 我有回答是你聽不懂什麼什麼 然後接下來翁曉玲就要搶答 葉慶元要搶答 黃國昌把葉慶元制止 我講就好 你差什麼做 意思就是說 葉慶元 你也沒比我還好 可是今天我覺得 葉慶元算表現不錯 因為他今天負責開啟戰火了 他今天講的一些論述 尤其是針對這一個所謂的國情報告 他直接定義國情報告就是質詢 他直接定義就是質詢 他的定義跟黃國昌的定義完全不一樣 因為黃國昌後來他們有改 改成說這個什麼 要多少人來質詢 然後多久回答 黨團一起回答 黨團問完回答 還是怎麼樣怎麼樣 民眾黨是有空間的 各位記得那個修法過程 民眾黨說這個領剛來朝野協商來喬 可是葉慶元就直接告訴大家說 這個不對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質詢的過程 然後他去解釋那個德 就是說立法院德邀請總統做國情報告 他在解釋那個德 就是說他德邀請 所以總統也要來 他的邏輯是這樣子 然後問到黃國昌 黃國昌今天 他們這一隊比較 我是評估這一隊比較可憐 因為他們要講比較多 因為上次黃國昌說他們講很少 對 結果這一次他們要講很多 他們講的數量必須是另外一隊的四倍 因為另外一隊有四組人 所以他們後面很多空位 就是立法院這一組 立法院奇怪 立法院今天去三位立法院 後面都沒有朋友 都沒有人到三天 這個民進黨這一邊 除了柯總召 吳石瑤跟中嘉賓坐在前面 沈柏洋也坐在後面 所以他們那邊看那個位置 這邊是滿的 然後國民黨那邊是後面是空的 可是黃國昌一出現 他就拿了這一張 綠能你不能 我以為是要講光電弊案 什麼綠能你不能 才是摧毀台灣的自由民主 可是這跟今天沒有關係 他是放錯投影片 他說放錯 然後沒有輪到他講話的時候 他就手就標準這樣 他就這樣 對 我覺得很特別 他肩膀不太協調 然後他嘴巴這樣 他頭一直抖 然後嘴巴一直抖 你真的是模仿天王 好厲害 然後他的腳其實在抖 他坐下來的腳就是一直抖 顯示他的焦躁 不安 然後他又很想要表達 可是我覺得他還是那種 避逆群雄 因為他長得比較高 他就覺得旁邊那幾個隊友 你們這到底是都在說什麼的 這一種感覺 但是今天每一個法官 這個法官很厲害 還有一個董寶城那一個專家 對 國民黨那個專家 那個專家非常的humor 那個今天七月到了 這個湘西幹事 他還帶一個符咒 可是因為他帶歪歪 那個符咒就不好 要帶這裡 他帶歪一邊 他貼很多張 他貼好幾張一直貼在他額頭上 這個很像義大利國旗 然後這邊貼了一個黃色變條紙 他以前當過考選部長 他是負責國家考試 所以大家都說 今天你是不是在這個刷寶 然後他 他到底是在表13米 他貼那個變條紙 在我們現在鏡面上呈現 他貼那個變條紙 一直貼在他額頭上 然後他把它拆下來 他說違憲要不用說明 一眼就看到好像寫在臉上 這有一次的視線文的 裡面大意是這樣寫 就是說如果這個是 非常明顯的錯誤 明顯的違憲 其實不用掉那麼多 顯而易見 不用掉那麼多資料來 有些有點類似寫在臉上 所以他就把說寫在臉上 那個變條紙就把它貼在上面 他另外一個耍了一個寶 就是有一個大法官在問 不知道問什麼事情 然後他就說 你剛剛有提到我的名字 我可不可以回答 然後大法官說 我剛剛沒有call in你 我沒有call in你 你後面還有機會 我覺得今天早上的這個辯論 當然下午還有繼續辯論 這個有法學上的討論 也有比較政治上意義的討論 但是我覺得國民黨派出來的 就立法院的這三個代表 黃國昌 翁曉玲 還有這個吳宗憲 還有國民黨的幾個辯護人 以及國民黨出來這幾個學者 應該是有兩個 立法院有兩個派出來的 包括董寶晨這幾個 法律性不大 戲劇性很強 為什麼說法律性不大 戲劇性很強 先回答剛剛這個 貴雅所講的黃國昌 他說 他跟大法官講說 有啊 這個我們是舉手表決 不需要表決器 因為直播都看得到 誰舉手 誰沒舉手 我告訴你為什麼表決器很重要 你說古代沒有表決器就算了 現在要記名表決的意義是什麼 來 有一個叫做複議 不是行政院提的複議那複議 複議就是立法院自己 再提一次複議 重複表決 我跟你講 對 重複表決是 你當時到底是贊成還是反對 很重要 你如果當時贊成 你還跟我說你要再複議一次 那都很奇怪 所以我要知道說 朗東你在這個議題 是贊成還是反對 還是棄權 我要知道說 貓貓你在議題 是贊成棄權還是反對 你沒有用記名表決 你怎麼知道你的 當初的票是什麼 你沒有知道 你當初投的是贊成還是反對 我要怎麼去提複議 我要怎麼去提 未來的申請事件 第二個我要跟大家講什麼 為什麼說他們戲劇性很強 那個董寶辰 他不是講了嗎 董寶辰就是那一個上面貼 對 僵屍豆砸 剛剛老公跟我示範那個僵屍 那個要顯而易見 他說這個不是顯而易見 跟演戲一向 他要講重點是說 這個案子 這些事件案跟你大法官沒有關係 你不要插手進來 簡單講是這樣 然後他又講了一個很重要的名詞 他說台灣是超級總統制 大家回去想 他講一個超級 你幫幫忙 不要說多超級 我們跟法國比一下 我們又不能主動解散國會 人家法國可以 說台灣超級總統制 這也幫幫忙 台灣很多東西 還要 法律公布還要行政部門的附屬 對不對 除了人事權不用之外 法律公布還要行政部門的附屬 國外有沒有 沒有 美國有沒有 沒有 所以什麼超級 就是說都很好笑 還有一個也超級好笑你知道嗎 超級好笑就是這個葉慶元 他就講 他說我們總統 因為成立了三個委員會 在總統府 所以這是帝制 因為他是帝制 所以立法院要制衡他 要能夠質詢他 這是超越國民黨本來的說法 國民黨本來的說法 只是說我邀請他來 急問急答 葉慶元代表立法院去 代表國民黨去 竟然直接把他上康道說 這個就是質詢 這個就是立法院要質詢他 我的天啊 大家都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子 國民黨派去的立法院的代表 這幾個代表人 到他們的學者 到他們的訴訟代理人 就是律師 每一個人講法都不一樣 所以我最後要講說 這一次真的是 我們的整個 上午看到了立法院的代表 真的法律系不強 你沒有看到他們就這個法律性 有什麼特別的主張 都說我已經藏書面資料了 所以我這邊就直接 表示他已經書面資料 搞不清楚 戲劇性極強 最後我講一個 我一定要不笑翁曉玲 真的不行 不是因為他被人家笑 他說那個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是什麼人 這句話很奇怪 我要笑翁曉玲是說 你們為什麼沒有把我書狀放上去 他的書狀是在很早就被打臉 你知道嗎 多久以前被打臉 他很早就主張說 許忠麗 因為他過去有不同的見解 所以不適合擔任 要迴避 許忠麗跟那個誰 許志雄 對 就這兩個 那個時候就已經現罰 已經裁判出來就是說 確定說你這個我不予受理 這是在這個 還沒有做緊急處分之前 那一趴已經翻過去 第一月 第二月 第三月 翻到第四月了 你還在講說 我的書狀為什麼沒有練 你的書狀是因為早在 很早很早 很早很早以前 我就把你撥毀掉了 所以我說今天看到他們這幾個 法律性不大 戲劇性極強 但是我要說 這個實在是臺灣民主政治的悲哀 你們應該是去把 從我們憲法的本文 憲法的言格 乃至於世界各國憲政制度的比較 拿出來講 美國的 法國的 德國的 英國的 都可以 日本的都可以 都沒有 但事實上我們在法庭之後 有幾個律師 又把幾個國家的那個 都有把它拉出來 所以我覺得 他本來應該是一個 給我們的臺灣民眾看的一個 我們叫審議式民主 deliberation 就是說我們好好的討論 然後結合不同的意見 溝通之後 大家都看出來得到一個共識 結果不是 你把這個動作時 你把憲法法庭動作時 你在上call in節目 夾一個標題而已 所以我覺得 這個立法院這幾個代表 應該要回去自我檢討 我們好好的 如果你有份 我們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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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好好的